市长威嘉贤29号特别前往卫福部花莲东区老人之家来赠胜春节礼金 由于疫情的影响,东区老家的主任宋静宁 他是邀请12位著名代表大家来出席 而市长表示说新年到了,祝大家新年快乐祝晚 也提醒最近冷气团影响加上疫情的冲击 请老人家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并且戴口罩,勤洗手 让自己可以平安健康 农历年前夕市长威嘉贤前往卫福部花莲东区老人之家 探视花莲市局的乡亲 市长很感谢东区老人之家照顾老弱 提供全人、全城、全队的全面系照顾 也在两年前开办了日照中心 为花莲营造健康老化的优质家园 那今天我们到了老家这边 那也看看我们这边的长辈 那首先要谢谢我们宋主任跟萧里长 长期来都在关心而且照顾这些长辈们 那尤其是我们东区老人之家在两年前开办了长照中心 日间照护的部分 那其实也照顾了很多家庭 也分担了很多家庭的一些负担 那刚才也看了他们一些环境氛围跟设备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好 那可以相信我们这些老人家这边可以得到妥善的照顾 那再次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长辈 年关将近天气变化也非常非常大 也请大家要注意自己保暖的身体保暖 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也跟我们社导客的同仁 一起来慰问自身一点小红包 给我们在这里的住民 也希望他们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再次的感谢我们宋主任跟宋主任的团队 长期来照顾我们花莲寺的长辈们 市长魏嘉贤也一一巴送春节红包 给每一位老大人提前向老人家们拜早年 同时也叮咛老大人们要注意保暖 更要落实防疫措施 不仅要戴上口罩 更要勤洗手 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健康的身心灵 平安过新年 介绿会欢迎市报道